所以此时赵家大厅之内 可谓是愁云惨淡 这几日以来 赵家不知道暗中派出去了多少强者 但是却连一点音讯都没有 一个赵家脾气颇为火爆的长老 一巴掌将身边的椅子劈碎 站起身来 赵主 就让我带人去和向家聘个你死我活 我还就不会陷了 他向家还能放得天不成吗 坐下 赵家家主呵斥了他一句 你难道还嫌麻烦不够多吗 向家指不定就等着他们去闹呢 难道 难道咱们就这样当个死是吧 那脾气火爆的长老 不甘示弱地反呛了一句 长此下去 赵家肯定会被向家取而代之 而赵家在宁阳城也会沦为墨流势力 赵家家主心中长叹了一声 他何尝不知道 但是若真要去和向家拼个鱼死网破的话 结果只会更糟 他必须要保证赵家的香火不在自己手中断掉 家主 家主 雅柔小姐回来了 就在大厅内快闹起来的时候 一个赵家亲力闯了进来 满是激动的叫道 雅柔回来了 赵家家主顿时就站了起来 在他询问的时候却得知 赵雅柔直接回规格去了 他们只能在大厅内等待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赵雅柔回来了 不直接进来 却要回自己规格 虽然是不到半个时辰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却如若是过了好几天一样 极为难熬 赵雅柔和秦义臣同时出现在赵家大厅 雅柔 你这孩子怎么如此鲁莽 如果你有什么意外 见到赵雅柔本人之后 赵家家主终于才是松了一口气 提着的心算是暂时放了下来 口上却是责备道 其实他也清楚 赵雅柔为什么会出去冒险 都是为了家族 让父亲担心了 赵雅柔眼眶微微发红 想到那些护送自己的人 惨死在向家手中 他就忍不住落泪 一直处于温室中的他 终于体验到了现实的残酷 若是没有遇到秦义臣 这位是 唏嘘了一番之后 赵家家主才是注意到了 他身边的陌生人 赵家众人也将目光 落在了秦义臣身上 神色各异 其中警惕占了多数 秦义臣不以为意 赵家现在这情况 他们警惕一点 也是正常的事情 这是我的救命恩人 秦义臣 赵雅柔微微收敛了一下 悲伤的情绪 为他们介绍道 如果不是秦先生 雅柔只怕是回不来了 他说的是实情 如果不是秦义臣 就算他侥幸逃脱 想要回到宁阳城 难以登天 谢过小兄弟 赵家家主 虽然心中有些疑惑 但还是礼节性地 对秦义臣拱了拱手 秦义臣太年轻了 一个如此年轻的少年 真的能将赵雅柔 从向家强者手中救出来 而且还平安无事地 将他护送回来 不只是他不信 大厅内半数以上的 赵家元老都不信 对此 秦义臣只能苦笑 小兄弟本事还真大呀 我们赵家一些兄弟 连城都出不去 你自然能不动干戈的 赵雅柔送回来 有人开口了 话语中满是质疑 六长老 秦先生有一门艺术 我们正是靠那艺术 才蒙混过关的 察觉到了他们的态度 赵雅柔站出来 为秦义臣解释 他很担心家族的人会惹怒秦义臣 因为这里只有他见过秦义臣的手段 老六 不得无理 赵家家主也开口了 贺止住了他们 然后脸上带着笑意 对着秦义臣说道 既然小兄弟是雅柔的恩人 就相当于是我赵家的恩人 不瞒小兄弟 目前我赵家情况有些特殊 还望小兄弟不要见外 他一席话说得很客气 很有一家之主的风范 举手之劳而已 秦义臣微微笑了笑 也并没有太过在意 这种情况 他早就预测到了 如果赵雅柔不是他前世师傅 他估计也不会如此尽心地 在救了赵雅柔之后 还千方百计地将他送回来 惹人怀疑也很正常 准备宴邪 今日我要好好谢谢秦小兄弟 在赵家家主一声话下 赵家内外就盲开了 与此同时 相家也得到了一些风声 什么 赵雅柔已经回到赵家了 还是那个中年男子 说话间 他直接捏碎了手中的茶盏 是 是我们赵家内部眼线亲眼所见 而且 而且现在赵家正在大阪延席 他身前不远处 一个人匍匐在那里 声音微颤 碰 随着一声大响 中年男子身边的木桌 顿时就四分五裂 木屑四溅 叫他们全部滚回来 中年男子愤怒的声音 几乎突破天际 他怎么也想不通 赵雅柔到底是怎么回到赵家的 没多久 几个领事人就站在了他面前 在中年男子的注视下 他们都低下头去 不敢去和其直视 好 很好 中年男子的声音很低沉 虽然声音不大 却是让几个领事人 齐齐身躯一颤 你们的眼睛难道都瞎了吗 你们当初的信誓旦旦呢 说什么一只苍蝇都过不去 他赵雅柔那么大一个活人 你们难道看不见吗 一群废物 迎接他们的 就是一顿狂风暴雨般的怒骂和踢打 几个领事人任打任骂 一声都不敢吭 骂过之后 中年男子脸色阴沉地坐在守卫上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然 他眼眸中闪过了一抹冷意 虽说他们相家现在有了依靠 但是若是比起整体实力来 肯定还是不如赵家的 现在赵雅柔回到了赵家 赵家肯定会倾尽全力保护他 直到十方担负的人来接他 以赵雅柔的天赋 进入十方担负 若是受到什么人赏识的话 那他相家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宁阳城 短短几天时间中 城市中的众人 似乎都是察觉到了一些 不对劲的情况 表面上看来 宁阳城并无异动 不过一些小家族和眼尖之人 都是隐隐地 察觉到了这种平静之下 有着波涛暗涌 那几个属于赵家 关门数天的商铺 恢复了正常运作 虽然生意不如以往 但是依旧还是有着一些收益 而对于这些 他们的世仇向家 却并没有办点动作 没有人会相信 向家是放弃了打压赵家 这只能说明 向家有着更为巨大的手臂 在酝酿着 一旦向家有所行动 那定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宁阳城的这种平静 到时候也会荡然不存 宁阳城赵家 因为赵雅柔的回归 喜庆之气颇为浓郁 哪怕是过了数天的时间 也丝毫不见得减少 赵雅柔 在宁阳城 乃至是附近数座城市中 也绝对算得上是 年轻一辈 炼丹师中的第一人 他进去十方丹府的事情 几乎是板上钉钉了 只要赵雅柔 进入了十方丹府 那他们完全可以 再强压向家一头 甚至 如果赵雅柔受到了重视 他们还可以将向家 彻底的击垮 一想到这些 赵家的众多长老 就是兴奋不已 不过 也有一些心思较多之人 却是怀疑起了秦义辰 这个不过十八九岁的少年 却救回赵雅柔 这就相当于 赵家欠下了一个天大的人情 家主 那小子 会不会是向家 故意埋下的也没妻子呀 赵家大厅之中 那个六长老皱着眉头 很是怀疑的 对着坐在守卫的赵家家主 赵翁婷问道 老六 不得这般说 请小兄弟救回赵雅柔 我们应该记着他的恩情 赵翁婷眉头一皱 呵斥道 早在几日前 赵雅柔便已经说过 这是事实了 这个六长老 却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 虽然他也是为了 自己的家族着想 不过这事若是传出去 可会令别人嘲笑 说他们赵家忘恩负义 哼 一个那么年轻的小子 如果不是向家有意为之 他怎么可能 带着雅柔丫头那回来 六长老轻哼一声 不满地低难着 请不吝点赵雅柔